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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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心事台 父子健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给了很多很多 究竟小朋友的成长 必经阶段里面遇到各方面的挑战 或者成长需要有的一些重要元素 和我们分享了很多 有一个我也是要抓住父医生 讲清楚,教我们究竟 有些家长经常说 我的儿子读书又不聪明 又或者说 我的儿子很聪明 聪明到什么都懂 又或者说 我带了一个小朋友去做一个IQ测试 他说IQ爆棚 我又想找父医生介绍 或者说给我们听 现在好事口流行的 IQ、EQ、AQ 其实什么叫IQ 或者聪明这方面 如何在精神科里面理解这件事 所谓的IQ 就是我们说的智商 其实所谓的智商 就是小朋友 由一出生去到我们一般来说 比如15岁左右 他们每一个年纪 他们会有一个特定的发展 我们就会用 比如在香港来说 就会找很多的小朋友 同龄的小朋友 他们做一些智能的测试 然后得到的分数之后 得到一个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 就是我们所谓的智商的分数 一般来说 正常的小朋友是100分 100分为之是一个正常的智商 如果你超过这个分数 其实你便是智商 但如果你低于这个分数 亦都要看低多少 一般来说正常的分数 都有一个幅度 如果你低至79分或以下 便已经踏入弱智的范围 家长一般来说 很紧张的是 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够聪明 或者女儿不够聪明 在我们的成长发展里面 对小朋友的智力发展 应该给予什么元素 反而令他们发展得更好 当然 所谓的IQ 都有很多不同因素 影响着他们 其中一件事我们未必会改变得到 就是他们先天 他们的遗传 原来爸爸妈妈也很擅长 他们也遗传了爸爸妈妈 所谓的IQ 其实都有很多的范畴 包括他的记性 他的计数的能力 空间感 一些计划的能力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 脑的功能指标 但是我们发觉往往的时候 一些小朋友 虽然他好像很擅长 但是发挥不到 原来有其他因素影响着他们 例如他们不专心 根本我们说的IQ的测试 就是要做一个问卷 要跟他有一个面谈等等 如果他都不专心 做都做不到的 他很擅长 都表达不到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 看看他除了有智商方面 例如其他方面 可否令到他可以 運用得到他的智商 包括他有没有专注力 甚至乎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例如EQ或AQ等等 所谓的EQ 就是我们情绪的管理能力 例如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或者去到一些疫境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以好地冷静下来处理问题 当然 如果你IQ爆炎 但如果你遇到一些挫折 立即发脾气 发烂炸 立即离开 什么都不做 这些性格也影响着 你如何去发展自己的智商 如何好好利用自己的智商 去发挥到自己最佳的长处 另外也有提到 譬如逆境的能力 譬如AQ等等 即是去到一些比较不利的环境之下 很大压力 又或者一些对于你来说 不太好的情况 譬如那天你病了 你怎样可以把握自己手上 拥有的资源 你有的能力 尽量去把这个疫境化解 尽量去发挥到最好 甚至利用你的疫境 把它转化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 这些都是不同的能力 如何去处理问题 这不是病 真的不是病 是的 因为家长很紧张 他说我的孩子肯定是小聪明 小聪明 因为他们通常都说 说话很厉害 可能在那方面 有个我们叫做 语言能力比较高 但是他就觉得 他那方面不行 这样 这件事很多时候 在小朋友面前说 反而你可能 不是都说到是吧 其实是的 如果很多时候 他们 我们这样说 小朋友有些什么问题 尤其是 比如说他的智商 他能够做 但他说话不厉害 久而久之 你说得多 小朋友 他自己会认定 自己 可能我继续聪明 不要紧 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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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会回避 更加不敢在别人面前说话 例如在学校 老师问问题的时候 他又不敢举手回答 导致在将来 遇到一些公开演讲 或者在同学面前做朗证 都很胆怯 都很紧张 这些可能会构成他将来 一些工作上 或者他自己 发展上的一些阻碍 真的 家长有时不觉意 他说了自己的感受表达 但这个感受表达 对他的小朋友来说 是一个伤害 加上 好像连了个招指 你就是一个说话不厉害的人 你就是中英文都不好的人 你就是一个懒的人 究而究之 他反而觉得自己是这样 尤其是中国人的家长 很多时候都喜欢说 我这个乞丐 怎样样 怎样不好 怎样不好 因为觉得在别人面前 认得好 就好像很囂张 往往反而把小朋友 那些不好的地方 说出来 还要周围告诉别人 其实我们往往发觉 这些家长 让他们忽略了小朋友 他们自己自尊心的发展 当然不是说 要将他们这些不好的地方 尽量去收盲 而是希望他们明白 他们自己不足的地方之余 也都不要说 因为一些改变不了的 一些先天的限制 而因为这样而自卑 最重要的是 每一样东西 他都是尽力去做 尽力去尝试 知道自己哪方面不足的话 尽量去看看有没有办法 是用一些后天的方法 去改善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话 令到小朋友 可以发挥得到自己最佳的效果 即是他们发挥最佳的能力之余 亦都不会因为自己的能力 而自卑 或者去胆怯 或者去参与等等 今天傅医生给了很多正能量给我们 是吧 我们一年很多集 除了我们要多关顾我们的小朋友之外 我们这些正能量 和正正确的知识 帮助我们 对小朋友来说 可以慢慢地提升 在新心灵的发展 都应该多方面去关顾 才能做到我们一个合格的父母 大家可能很紧张 但应该以正确的知识 多些亲近 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好的环境 这么多好的知识 给我们学习 我们应该多点留意 当然 当然是黏住我们的心思台 多谢傅医生